炒软兜 炒软兜是江苏的一道传统名菜 史创于清朝咸丰年间 制作这道菜所用的主料是 扇鱼250克 调料有熟猪油、酱油、蒜片 还有绍酒、胡椒粉、味精、香醋 调料还需要精盐、鸡青汤和水淀粉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菜的做法 将划好的熟善鱼丝 改切成五厘米长的段 取锅上火 助水烧开 将扇丝 下锅 汤烫 穿好后 把扇丝捞出 装入盘中 取一个小碗 放入酱油、醋、料酒、水淀粉、味精、精盐和汤 对称碗汁 对称碗汁 由于小酱油、杆、水淀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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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 Waterlooů、 티 Carolyn 取炒锅烧热助油 在锅中放入蒜片 扇鱼丝煸炒 然后再烹入碗汁 最后淋明油起锅装盘 再撒上胡椒粉即可 制作这道菜的时候要注意 要除净扇鱼的粘液 翻炒时火要急 动作要快 现在这道炒软兜就已经做好了 这道菜的特点是 鱼肉鲜嫩蒜香味浓 搬起锅河 搬起锅 搬起锅 汇温 搬起锅 此 你 在锅